把這幾欄右鍵減下 特別號右鍵 插入減下的儲存殼 OK好做完了 對不對 那做完之後的話 也是一樣統計 大樂透你可以把統計分析這個 這個請你把它拖拉過來 按Ctrl鍵 按Ctrl鍵是複製 這邊按住不要放拖拉按Ctrl鍵 複製一個 這個是 2015 假設2015大樂透好了 大樂 大樂 透 那改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機率有沒有 這個 刪掉好了 留下這邊改成2015 然後合計部分也不要了 這邊號碼總共會有幾號 45號 49號 到49 然後 排名的話也不要 也是統計2015年好了 2015那怎麼做 這個也把它刪掉 就是把它 重新弄一個新的 統計2015 那2015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 這邊的範圍一樣 先選起來 這個範圍是叫 開獎2015 比如開獎 2015 Enter一下 好這個範圍是要 開獎2015 那怎麼統計呢 一樣 查核函數 找一個什麼呢 康一符 有沒有 這個前面一樣 所以其實 比較聰明的做法 偷懶一下 直接把這個 Ctrl C 取消一下 直接在這邊 Ctrl V 改成什麼 開獎 2015 這邊也是開獎 2015 因為我有選不一樣的範圍嘛 但是公式一模一樣 打勾 有沒有 1萬次 有 167 底下 其他的 都算完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你2015年全部都 下載下來了 也全部都可以 算出我們要的 那 合計好像就不用了 因為合計的話 這個應該不用 因為兩年才就要合計 這個刪掉 排名 誰最高呢 這邊的話用哪一個 一樣用RANK RANK 這個 確定 方法都一樣 選它 範圍 這個 函做序路向下 這個把它 F4 F4就鎖起來 B2到B50 因為它等於是49號 確定 全部做完 所以哪一個是第1名 第1名 第1名 因為它 統 它的 機率是一樣的 44號 跟哪一號 43號 OK 所以其實 你會統計啦 不過好像有 有網路上留言是說 什麼台材有 好像是不是有什麼 什麼作弊的行為 還是什麼 不過這個 我好像有耳聞啦 不過到底有沒有 其實你也可以 透過統計 可以得到一個數據 OK 這裡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 當然如果你有做2015的 那當然有2014的 2013的 當然你做越多越 成績越好 就是 最後做完 你就是 在這個地方 產生什麼 比如104年 或2015年 的那個 一個 資料 跟一個 結果 OK 應該懂我的意思 來把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實際上 做法是一樣 只是說 取得資料 本來是 原來題目就給你了 你要把它改成 自己去網路上抓 OK 然後 統計的方法 跟前面是一樣的 謝謝 謝謝 謝謝